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前辈老师们作为学习的榜样 我觉得作为一名演员 最幸运的事情就是能够有机会参演优秀的影视作品 去体验不同的人生 经常会有记者问我几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拍戏苦不苦啊 什么拍戏最苦的经历是什么 有没有受过伤 其实我觉得这些不能称之为苦 而是经历 是历练 是成长 既然我选择了这份工作 就要去接受这份工作的全部 去感受人物角色的经历 这才是这份工作最宝贵的 这些都是我作为演员应该去做的 也是演员的本分 我觉得 作为年轻人 就要敢经历 敢吃骨 敢拼搏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 也为我们年轻一代文化工作者 提出了明确的执意 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作为成长在新世纪的一代 我们接受了许多来自海外的文化潮流 和文化冲击 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歌手和演员 开始学习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 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 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 正因为其中凝结着 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 我们这一代有义务也有责任 通过创新型的方式 把这些优秀的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更深 更广地继承并发扬出去 今年呢 我的团队还有我们 一块儿策划了陆寒冤枉记 将主题定在了记录身边的美好 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上面 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形式 让更多的年轻人 更多的国人能够关注到 我们身边的民间记忆和手艺人 还有工匠精神 包括我之前有一张专辑 也有一首歌 我改编了大概有六七个版本 中间也包含了有中国风的元素 希望以后专辑也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所以我觉得年轻就是敢创造敢创新 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作为工作人物 除了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正确三观 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外 也需要肩负起社会责任 这份责任其实会令我以最高的要求 来约束我自己的一言一行 做好本职工作 积极投身公益 尽我的所能号召并带动 而这份社 而这份社会责任不仅体现在我们的一言一行 也体现在我们的影视作品中 选择什么样的角色 选择什么样的作品 这个作品里边能展现什么样的价值观 是最直接传递给每一位观众和粉丝的 所以这也使得我和我的团队 在选择角色的时候非常的慎重 这份责任将转化成动力 鼓励和鞭策我 不忘初心 尽我所能 奋发 蓬勃 积极向上 为当代青年做出表率 树立好榜样 年轻就是敢 我会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努力前行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